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一个很focus在PTE上面 然后之后在训达之后 我是因为我虽然有付他们工作 但是我其实每天我觉得一个三小时的时间的一个学习 其实让我可以看到这个PTE有一个稳定的进步 就是你后来是dedicate your time to PTE了 但是你是确定每天有三个小时来复习的 对我基本是坚持一到五每一天都不会缺勤 就是一定会自己自缺PTE 那你能详细一点你这三小时怎么复习呢 因为我一开始会每一天专注一个提醒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在上完训达之后 我是第二次过的 但是第一次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每次只专注在一个提醒上 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 对于这个提醒的切换上 我觉得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之后改成了 我每一天练习一个PTE 比如我今天是练听力PTE 我就会把听力所有的提醒设计成一组题 然后我就把那个一起来进行走一遍 走一遍 然后我之后会一定会分析我每次错什么 一定会每次错什么 对我对我自己错误的题我一定会整理 我一般会做一些笔记把它整理起来 这是我讲给你 好像就把错误题给整理出来 好像是 或者夏日班讲的 对 然后这些题一般我对自己要求就是 不能错第二次 然后我会整理长错基金长错拼错一些单词 这些都是我觉得通过PTE应该需要 因为因为他其实错误的单词 其实相当于扣一个单选题的题目的分 所以就是一些细节上其实很容易 我以前考试的时候 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 以前可能比较粗心一点 对 那你觉得你这次你这次听力也是过了是吧 88分 8分很高 很多现在学生听力老是过不了 你觉得听力给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听力听力我之后我一个因为我倒数第二次考PTE的时候差的是听力和口语 所以我对自己的归纳就是我应该是在repeat sentence和retail lecture 这两个part上面是有一个比较大问题的 然后我基本是focus在就是我能完全可以复苏出retail lecture 就是以先以脱离模板作为一个目标去做它 然后之后再用模板去只是为了保证一个流利度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应用模板 你基金有背吗 基金 我背的基金focus是在repeat sentence WFD是肯定要背的 其他没有太focus SST会 我有扫过所有的基金 但是我的目的是只要知道它的一个文脉 因为SST它我觉得你只要能知道它的一些碎片 它的十分钟足够可以给你去整理这些碎片 然后用你的逻辑把它串起来 所以我觉得SST可以走基金 但是只要达到一个你听了之后不闷逼的状态就可以 OK 那你最后讲你逻辑 其实你是自己你没有用模板 对 SST我避免使用模板 因为我觉得它SST的一个字数限制 就是如果使用模板的话 你并不能达到最高的信息量 你不能表达出所有的 有些时候你不能表达出所有的点 所以我会尽量避免使用模板 你会尽量避免使用模板 你一边唯一使用模板的是 你有你有使用模板吗 有我的DIDIDI和RL 我都会使用一线模板 薛德老师给我的模板 我自己按照自己就是的习惯进行一下改变 因为因为 因为你要讲的顺为第一目的 对对是的 原来是这么样的 所以你这次你这次分数还很高 是吧 你口语也是很高 对口语就是口语90分 对你发音流度有90分吗 发音流力度均没有90分 均没有90分 对因为我我Focus在就是我在打口语题的时候 我会把信息作为一个就是一个重点 就是我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一种做RS的方式是你牺牲内容保持流力度 那我觉得如果你能保证流力度很高的话 你完全可以牺牲一点点流力度来保他的信息量 就是他的内容分 但是前提是你的总体流力度还是很高的状态上 那你现在卡到8分你觉得因为你也从7分到8分的吗 你现在这个感觉你觉得8分和7分最大的卡在哪里或者最大的提高地方在哪里 提高是一个就是对PT做题的一个习惯 因为以前我考试的时候我是甚至都没有就是会有一种下一题会出来什么的那种一个预备的感觉 包括你第二做完之后那个RL出来一道 你可能看到那个图还会有一种 这道题我知道用什么模板 但实际上发现它是音频出来之后发现这是到RL的题 就是有那样的一种感觉 但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把练习作为一种很常规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一种习惯了 所以我每我现在考试的时候已经感觉就只是一种更像一种练习 并不觉得它更像一个考试 就练了已经太多了 对就是把把一些自己不习惯 尤其是一些口语题都已经把它就是真的是一种习惯化了 啊所以这个把考试当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对是的 这个这个非常好非常好 好那就谢谢Patrick了 你还有什么以后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新的idea可以跟我们讲 希望了希望Patrick早点拿到身份 对好 感谢观众 没关系 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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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